香港各大大专院校出名多贵国 尤其是临近大酒店 洪看碧衣馆的香港理工大学 灵异壮鬼传闻特别多 香港理工大学是一所拥有87年历史的大学 这所大学位于洪看海底隧道毗邻 占地约93500平方米 礼大在香港是一所有名气的大学 文说这所大学的所在地又是一个日战时期乱葬岗 后期更是停尸间 所以这里的怨气甚重 鬼故事当然也有不少 在节目开始之前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们频道 也欢迎留言发表大家的意见 现在就有本人向各位观众大爆七个理大壮鬼之地 有去过Polly的朋友 一定对于中心地带的钟楼有印象 为什么校方要在该处建钟楼 原来除了给活人看时间 同时也是给死者看方向 由于里大附近是大酒店 红看其中一间碧衣馆 所以特别阴酸 亦不是有闹鬼传闻 而该隧道更是晚上里大学生往返宿舍必经之路 晚上一个人走过 就算有人叫你也切勿贸然回头 理工大学提供护理系修读 理工大学提供护理系修读 因此与港大中大一样 相传都有停尸间工学生学习之用 停尸间位置众说纷纭 传闻走期位于A core 即是面向科学馆 喷水池正门一带 后期游船停尸间至X core 因此有不少灵异事件传出 例如理大所有建筑物基本上都是以红色为主 唯独是Block 时事百绿相见 曾听说校方有尝试把外墙涂成红色 可是一场大雨过后 居然把汽油全都冲走 因此Block石成为了红砖大学中的特别存在 另外Block石地下有一个厕所 背后流传的故事 亦令人极致心寒 相传当年Block 是有装修工程 当时有一位女学生没意识到工程尚未完成 人有三级进去大楼窃用厕所 女学生不幸地遇上了一个装修工人 结果被她奸杀了 冤魂从此在厕所徘徊不走 曾经有学生经过厕所外面 无意之中看向抽气扇 竟透过扇叶看到一个女人头凌空掉着 相信这个女人头 就是属于当年那位可怜的女学生啊 停时间是否真的从存在于A Core还是X Core 现在已经无从考究 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现实A Core的14楼存放了不少真人遗憾 以便物理治疗系学生学习 如果你是理大学生 又有一天偶然经过那里 就千万不要手多多 不然别怪晚上有人来到床边找你 如果要树里大不思议地方 Darbell靠了工业中心绝对占一席位 前身作为理工学院 这里自然曾经进行过不少工程实验 而这些工程实验总伴随着受伤 甚至有船 工人重伤致死 而顶层横跟一道架空桥 相传有学生曾在那里跳桥身往 除了架空桥 其中一层女厕一层离奇的摄影尿斗 虽然现在已经翻新 但影迹医院可寻 虽然有人曾提出质疑 表示李大曾经以男学生战斗 男厕改建为女厕后 留下尿斗也合理 但负责理工大学改建工程的人 就曾经反驳 既然学校有资源改建 为什么唯独那个厕所 要留下尿斗而不捅不轻拆呢 理工大学内有一条楼梯 通往大学本部 楼底上方有一玻璃纤维天花板 据传当年兴建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工业意外 报纸的标题是 理工门外装修工人 高空堕下丧生 原来该工人在天花板作业时 没有做好安全措施 从天花板高处掉下 当场死亡 由于死者的妻子 当事人在大陆 其他家人似乎没有招魂 或是好好祭拜 导致在事情发生后的一星期内 也有多名学生仰望天花板时 见到一名男子 坐在上面的铁柱上 壮丝可怜 校方为了安抚学生 便说同学看到的只是倒影罢了 许多年前 理工大学有两名同系的学生情侣 他们想在毕业前私定终身 过没多久 女方便怀了男方的孩子 当年风气保守 这对情侣一时想不开 便一起在大学地下保安中心捧的树上轻生 事件发生后 有很多学生使用该大王的电梯室 声称电梯门打开后 会看见那被自杀的情侣 给他门了一笑 虽然学生坚持自己没看错 但校方一直声称并无此事 一名外籍教授带着五岁多的儿子 去学校永迟游泳 永迟游泳制就在理工大学学生餐厅旁 教授更衣后 就不见儿子的踪眼 起初他以为小孩子自己跑去游泳 而永迟游有救生员 所以不以为意 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儿子却犹如人间蒸发 始终没有出现 焦急的教授四处寻找 有一位救生员表示 早前还见到一个洋人小孩 但一眨眼便不见了 就在此时 有影客发现有人溺水 而溺水就是教授的儿子 当救生员救回小孩时 他已经溺闭 当时就学生餐厅有一列落地玻璃 刚好面对油池 学生们吃饭时 常常会见到一个外籍小孩贴近玻璃 一开始有学生会去逗他笑 可是小孩总是只现出一张苍白的面孔 然后下半身开始消失 直到整个身体不见为止 闹鬼传闻出现后 为了停止恐慌 餐厅负责人便用反光胶纸贴在玻璃上 大概是一个小孩的高度 一面学生再看到这个尼比的小孩 我会想到这个尼比的小孩贴近玻璃 我会想到这个尼比的小孩贴近玻璃